日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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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喜歡日本的公司 一年都會去幾次旅行 想投資的最重要 因為香港買得太多 例如我當作60萬都買不到車 其實我自己的目標 都是60萬左右買 東京買大阪 用來放租 就是煮 你想買六間 一間買自己一間 一間做民宿 是否便宜 大約幾次 最多是一百多萬 一間 香港人去日本的頻密程度 分分鐘密過回鄉下 但下次住酒店都要花不少錢 如果買一間日本物業回來 度假回去自住一下 其餘時間就做Airbnb租給人 想起來都好像挺爽 不過日本在6月15日 實施了住宅縮房事業法的新條例 怎樣買才符合新例不會中伏呢 香港的樓價高度離譜 出去找樓成為了香港人的新置業法門 其中買日本樓都是現本選擇 因為真的有很多比例 東京和大阪的民宿 二百多尺的單位 大部分二百多萬 甚至有些遠一點、舊一點的 幾十萬都可以入手 如果你買一個核心的地方 用來收場租的話 一般市值的回報是四里左右 但是如果是變身做民宿的 回報是可以達到百里以上的 聽到百里以上的回報率 對比是香港 就算有錢買個磚頭 但是回報率可能兩年都不夠 實在是吸引的 不過這個回報率 跟你投資甚麼單位 在甚麼位置 有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新推出的文博法底下 要買日本樓做民宿 就更加要特別閹沾了 文博法為民宿正式開綠燈 但是不同地區都有不同限制 例如東京的條例就比較嚴 每年出租不可以超過180日 當眾新宿和中野的民宿 只能夠在星期六日營業 而京都就只可以在每年1月中 至到3月中經營 至於依靠旅遊業為主的大阪 就一年365日都可以開門做民宿 只有道路闊度少過4米的區域 也可以經營民宿 深齋橋附近一帶 如果是東京的話 都是不離開新宿 池袋 涉谷這些遊客必度的地區 如果你選擇的面積 是有300至400呎以上 便可以狼括到大部分旅遊遊遊客的組合 最好就是距離地鐵站 大約5至10分鐘的角程 也是物業最好身處在大街 比較容易找到 這也是受旅客歡迎的 不過如果在我們做民宿的話 樓齡其實越舊 越有一個好處 因為舊的樓價會相宜些 但也不會因為你的樓舊 而影響租金的叫價 新樓會嚴謹些 未必那麼容易批准你經營民宿 住宅的用地是不可以經營民宿的 一定要選擇一些商業的用地才可以 那個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 即我們所講的大廈管理公司 他都要得到一個approval 才可以無憂慮地去經營民宿 今集就講了日本不同地區的民宿條例 以及怎樣選擇合適的物業來做民宿 不過隔山買牛 始終都會擔心按揭手續和管理會很難 樓價以外的洗費 又是否很重疲呢 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